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道了 我来了 没来 知道了 但是心里面还是很纳闷 不能感恩 有什么好 来了我的问题还是一样 那种冷淡的心态 我跟各位说 这个叫你把上帝的恩典 践踏 践踏神的恩典 坦然我觉得 来到神面前 让你的软弱成为你现在需要神 不要让你的软弱来叫你对神越来越消极冷淡 了解吗 有两条路的 每次都是有两条路 主好 我真的软弱 所以我需要你 真的软弱需要你 对不对 来 不管你是刚强的软弱 来 上帝说基督已经成就一切 他至高无上的恩典已经赎了你 你不要在你的问题里面转 你也不要自以为意 如果我们当中 弟兄姐妹 有些人是因为软弱 总是不能面对那个恩典 有些人是这样 因为自己还不错嘛 自己一生没有做什么坏事 也没有犯很大的罪 我们当中有几个也是这样 不要讲别人 讲师母 师母她跟我说 我们这种人 一开始就信主 一开始就爱上帝 爱丈夫 爱教会 爱肢体 也一生没有什么backslide 跌倒 一生就是这样 但是她说 真的有一个挣扎 真的有时这样的人的时候 有时我们成为这样的人 她一生只有人负了她 她没有负过人嘛 所以人负你的时候 人负你的时候 你会觉得 上帝为什么你没有帮助我不公平 好像会有那种冤屈 那个冤屈 各位有没有这样 我们当中如果你觉得你没有犯什么大罪的 我跟你说 你看保罗 他这一生真的没有犯什么大罪的 他说我是罪人的罪魁 对不对 他说真的明白 我的罪是真的看见那个恩典使我明白 我是这样的罪人 并不是她这一生没犯什么大罪 然后这样 你会理解吗 那另外一种情况呢 有些人是知道自己很软弱 知道自己很软弱 所以呢 所以比较好的人是怎样 就是很多冤屈 然后有时候也发现 对弟兄姐妹有些怜悯 也比较难 看到他们特别软弱 因为你的身上没有做过发生过 为什么他的身上会发生做过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问题了 另外一种是很软弱的人呢 知道自己正在软弱 所以主好我需要你的恩典 但是呢 很发现他每次找 你也是软弱啊 我也是软弱咧 我们一起吧 对不对 所以每次这样很舒服 你们不是因基督的恩典 而来到神面前的 你们是看到旁边的人跟你一起软弱 所以感觉比较好一点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人有时在教会呢 就会讲闲话 那个人太属灵 那个人太什么 他们不理解我们 这样的人 那你是 你的软弱是你的主吗 恩典是你们的主 基督的恩典是你们的主 不是你们的软弱 各位理解吗 我盼盼各位能够理解 神一点这个东西 我们什么叫 都信不疑的来到他的面前 坦然无惧的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 做的好呢 没什么 做的不好呢 也没什么 现在活着 是因爱我的主而活 因他的爱 因他的智慧 因他的公义 因他的计划而活 他是爱我 为我设计 对不对 就这样 所以我是因他而活 感谢观看 是